我叫本家小微一名幸存者 今天啊 这没钱之后的大版本更新 它终于来了 话说你们是不知道啊 为了更新这个新版本 老娘我是八点钟就趴起来了 你敢信 结果呢 更新完之后 一直等到十点才让我上线 你说气不气 好了好了 不矫情了 说真事啊 这次更新呢 其实很多地方 跟之前大家预想的差不多 唯一有出入的地方呢 可能就是关于头盔和护盾的插件这块了 这里针对配件方面呢 并没有去做相关的调整 不过增加了一项新的机制进来 那就是这个战术腰带了 哦 说实话 这个改动 老娘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解读它 哎你要说它好吧 通过镶嵌芯片的特技来看的话呢 确实还蛮不错的 镶嵌上五个芯片之后 这些特技所带来的各种加成 看起来也还可以 对吧 而且这都还是一些基础和中级的芯片 后面高级芯片 所附加的一些特技还要更好 另外玩家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 搭配出来不同的芯片组合 确实是在玩法思路上 是一种全新的迭代升级 对吧 哎 但是你要说它不好吧 也同样存在着一些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看看这个芯片配方机就明白了 因为你要想获得高级芯片的话 就要跟抽配方那样去抽 但是这个芯片残业的免费获取方式呢 还没有这么多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玩意儿是可以用小太阳去抽的 所以你们懂我说的不好在哪里了吧 当然了这些其实跟我们平民玩家也没多大关系 反正我是不可能花小太阳去抽的 我的建议就是大家平常心去对待就好了 跟攒配件一样 打打周本 打打联盟行动 慢慢攒呗 对吧 不过因为这个负能机制的改动呢 其实也给平民玩家创造出来了一条身材之路 那就是这个版本最赚钱的职业它诞生了 没错 就是探包者 What 因为我们之前老的负能呢 已经升级成了战术腰带的芯片了 那么现在的负能机制就变得更加简单了 防具负的就是伤害减免 武器负的就是伤害加成 但是负能需要的东西却不是纳米材料了 全部变成了火器燃油云铁残片 这些探包者的专属材料吧 你感谢 话说这玩意儿以后在市场里 那可是刚需啊 所以现在你们知道 这个版本最赚钱的职业是什么了吧 嗯 当然了 这个时候很多玩家就要说了 懂是懂了 但是这转值卡去哪里领呢 嗯 小陈你就这么抠搜的吗 这次连个转值卡和改名卡都不送了吗 送 哈哈 估计这是不可能的了 因为就按照这个形式来看的话 你要想转值就只能自掏腰包了 否则这明日大陆不给三部一个探包者 五部一个挖矿机啊 所以大家还是洗洗睡吧 转值卡你叫破喉咙也不可能给的 好了 下面咱们来聊聊这个暗潮汹涌吧 其实这个活动没啥好说的啊 跟咱们之前判断的一样 就是质量危机的延续活动而已 不过这次活动是保留了之前段位的继承 贡献排行是全部清零了 所以大家还是要每天兼制作任务 去获得更多的贡献点 毕竟这里面是可以换到战术腰带的升级材料的嘛 对吧 哦 好了 因为这次更新的内容比较多 所以我会分成几期视频来慢慢给大家讲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